什么心愿想再去吃家吗 我俩回家 还记得全红蝉夺冠后的心愿吗 是回家 但是奥运会结束后 全红蝉也没能立刻放假 作为新科冠军太忙了 他不能立刻回家 他三国家门而不入 不是不想家 而是身不由己 好不容易回到广州 他先是被安排到中学演讲 随后又被文旅部门邀请参加各地活动 加上全红蝉的老家麦荷村的现实情况 也让他轻易不敢回家 他们村已经变成小吃街了 虽然全红蝉以一己之力 带动整个镇的经济 但父母根本不敢让他回来 后来湛江体育局把爸爸接出来 时隔两年后 父女俩匆匆见了一面 全红蝉还穿着奥运代表团的统一服装 父亲也显得有点拘谨 何时亲人的见面变得如此艰难 全红蝉所到之处人气超强 这种超强人气也就等于 在自己身上装了放大镜 他去中学演讲穿多鞋 被吐槽不礼貌 直到何维仪教练道出真相 全红蝉脚步全是伤 全红蝉买个苹果手机 也有人要吐槽 为什么不买国产的 他就连用个奢侈品 也有人要吐槽 天天拿着放大镜看全红蝉 于是有网友呼吁 放过他吧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都关心自己的老婆吧 小心跑了 央视记者董倩说的特别好 对全红蝉真正的关爱 是还他一个孩子的自由 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全红蝉 但是真的过多的喜爱 有的时候会给他带来 反而是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比喜爱要更扎实一点 要呵护他 尊重他 包容他 给他更大的空间 让他变得轻盈 奥运就是一群需要运动的人 在看一群需要休息的人 现在全红蝉终于可以休息放松一下了 官方活动结束后 他选择了前往珠海长龙游玩 喂动物 逛水族馆 坐过山车 尤其他跟乌龟在一起的样子好开心 小乌龟可是产宝的挚爱哦 他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有限 从来没有过小公仔 现在他也特别喜欢公仔 这些同龄孩子 心松平常的活动 对于这位17岁冠军而言 却是难得的放松 但没想到的是 他在路边摊 买饮料的举动 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全红蝉的假期虽然短暂 但却让他得到了暂时的放松 而这次喝饮料的小插曲 也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真实的一面 网友们纷纷以开玩笑的方式 向教练陈若霖告状 全红蝉竟然在假期喝饮料 陈若霖作为他的教练 一直以来都对全红蝉的饮食管理非常严格 尤其是体重控制方面 因为陈若霖曾经说过 一个跳水运动员进入发育关就是一个节 就像绑了沙带跳水 难度立刻翻倍 我吃过的骨头 我不希望他吃 我走过的弯路 不希望他再走一遍 有时候我都恨不得把全红蝉 拴在我的腰上 24小时赢家看管 说到全红蝉的美女教练陈若霖 他在运动员时期也是赫赫有名 是五枚奥运金牌获得者 现在作为教练仍然赫赫有名 陈若霖深知作为一名运动员的不义 也明白饮食对于运动员的重要性 因此在日常训练中 他对全红蝉的饮食管理非常严格 但这次假期 他或许也意识到了 给运动员适当放松的重要性 网友对全红蝉的放松行为 表示理解和支持 一年到头的高强度运动 也需要休息和放松 在赛场上拼尽全力后 尤其是拿了金牌后 享受一下假期的快乐 本来就是应该的 无可厚非 不过教练说了 归队后一天只能吃一个水煮蛋 一天三杯牛奶 训练从八小时改成十小时 把放假的体重减去了再说 全红蝉说过 他有点怕陈教练 因为教练很严格 有一次他吃零食被教练发现了 被陈若霖骂了好久 全红蝉有时也会跟教练斗嘴 不服管教 他说我都已经是冠军了 陈若霖说我也是 全红蝉说我14岁就已经是冠军了 陈若霖说我也是 全红蝉说我的教练真的很严格 陈若霖说我也有这样的教练 全红蝉又说 我的教练是个大美女 你有吗 陈若霖就不说话了 只能呵呵 但也正因为有这样严格的教练 又有这么刻苦的学生 试图共同努力彼此成就 知道你是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吗 知道啊 奥运会要不要加油 要 2021年东京奥运会 14岁的全红蝉是中国代表团最小的运动员 当时他没有名气 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 没有人认识他 同团的郎平都不知道 这么小的孩子去那里干什么 我看到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他那会儿小小的 马上声音特别短的头发 马上有个教练带着他 这是小朋友 我从来没看到这么小的运动员 我说小朋友你是来参赛的吗 他说是声音还很小 我说你是做什么项目 他说他跳台 他都没参加过国际比赛 对 那是第一次 小家运会 虽然很多人对周继红有意见 但是他当时就敢启用一个 没有任何国际大赛的新人 也说明他的果断 金元件 流水的几十个奥运冠军 铁打的周继红 14岁的全红蝉首战就是巅峰 一跳天下之 让所有人开眼了 见识了什么叫水花消失处 可那之后 穷红蝉就进入发育器 长高了七厘米 体重增加了五公斤以上 207C这个动作以前对他一如反掌 如今他感觉到了艰难 14岁在我们看来说就是一个小孩子 但女子跳台运动员的巅峰的年纪就是14岁 16岁就被称为老将了 也就是说 全红蝉14岁在东京奥运打破纪录之后 他已经从巅峰下来了 他想留在巅峰就要逆行而上 这是何等不容易 出成绩的时候 往往都是很年轻的时候 作为一个顶尖运动员 在封顶上去顽强地想留在最上面 但是又不可避免地会往下滑落 又拼命地往上去攀登的这个过程 但是全红蝉做到了 今年巴黎奥运 17岁的全红蝉涌夺女单 女双10米台两枚金牌 再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成功的话 人们只惊现他现实的名艳 不知道他的眼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拳 全红蝉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这背后离不开他的刻苦训练和自律精神 难得的是他的家庭也非常自律 不与外面的商业勾打 所以全红蝉的名气没有被家庭缩累 不像有些冠军 父母拼命用子女的名气来赚钱 全红蝉一家虽然是务农的 但这位从事农务的全爸爸 比任何高级知识分子更能看破事情 全红蝉这么努力是为了家人 现在家人也选择和全红蝉一起努力 而不是坐享其成 坐享其成 没有坐为成 都是要靠自己去坐 稍微是有一点 靠他一点名义 不敢说没有 是不是 这是肯定有的 但是也要靠自己 我们懂什么 我们懂得吃草 草高就吃草 从事农 靠我们自己去努力 撞到多少就是多少 我孩子还小 我不因为这一点过瘾盈盈的 这种东西影响到我孩子 所以我们做父母 他做哥哥 也一定要谨慎一点 不要给太多的东西诱惑到 搞错了方向 有帮助 但是我们该干嘛也要干 不可能单单靠他嘛 他也是他的辛苦得来的成绩的嘛 我们一家也都要做着打给他的吃嘛 这就是不对的 讲音 别犯狗 那个我不知道 不方便去玩这东西 眼也这么大了嘛 问到有一点不好 我有听说就是他 他有讲 就平时他也很孝顺 他也不会经常寄钱给家 但是你们父母就不舍得用 哈哈 这东西 孩子的钱也不是容易 也不是这种大风大雨挂来的 都是通过长长的口令 零年的 零负一年的付出 是不是 刘汉搞来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大手大脚的去 把他的钱去花了 对不对 家庭的费用啊 或者是他弟弟妹妹的读书啊 各方面要花钱啊 这是正常的 他们现在会拍一些农村生活题材的短视频 非常有特色 所以他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热闹 我女儿还没回来 就是我儿子今天回来 我加个差 我女儿回来的时候 到时候我再加差 看我们一家人开开去 现在你少带 哈哈 2021年东京奥运会后 他们村就被堵得水泄不通 导致全红产一年后才回家 这次巴黎奥运会后 情况更严重了 每天都跟闹事一样 不知道这次全红产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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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